好的 那接下来转换焦点 带大家关注到的是 保龄茶室爆发的集体食物中毒案件 卫福部目前已经定调 是为米酵菌酸所引起的 而卫福部长薛瑞元 今天上午受访的时候表示 目前是累积有31例的个案 其中有2例是死亡 5例是加护病房 3例普通病房 其他都已经返家了 另外他也透露 已经有14例的个案 是检验出了米酵菌酸 是阳性反映的 而卫福部次长王必胜 今天接受广播节目的专访的时候 也透露了其中5位重症患者的 罪行病况 目前的话有31个个案 其中2例是死亡 然后有5例在加护病房 3例是普通病房 其他都已经返家 14件吧 已经有检验结果是阳性的 那饶和街那两案的话 是阴性 是没有这个VKA 这个米酵菌酸 这个东西 王必胜在专访中透露 此次的食物中毒个案中 每个人的症状情重不一 假设现在推测是果条治病 毒素分布不平均也是关键 但吃下肚的量 以及患者本身的健康状况 仍是最大的因素 而中症患者当中 目前有5位还在加护病房抢救 其中一人看起来病况好转 有望可以转到一般病房 另外4人都在昏迷当中 其中一人仍然在使用叶克膜 但因为肝脏损害都非常厉害 甚至有两位可能要考虑换肝 在疾病程度上非常严重 除了医疗团队尽力救治之外 也希望国人能够替他们祈福 度过难关 那么在这次的中毒案件中 其实大家都验出了就是米酵菌酸 那当然大家都很好奇说 这个米酵菌酸到底是从哪一个食材里面 给验出来的呢 那么其实承认这个台大医院副院长的 桃园副市长王明俊 他就认为 餐厅的配料以及酱料 或者是调味料的问题 也是有可能的 最大的问题 有可能不是出现在果条上面 他21号去宝林茶室 大概晚上7点半的时候去用餐 然后店员告诉他说 只剩下果仔条可以点 当时他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只有果仔条 晚上时间也不晚 那他就点了 然后呢 食物上桌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颜色很深 那第一口试下去呢 就觉得味道很苦 但是还是把它通通吃完了 那医学文献的这些 这查考里面呢 也发现 大概只有中国 印尼 还有2015年的 莫山鼻克的一个小村 也发生这个米酵菌酸的 这样的一个中毒事件 所以其实要中毒 也并不那么容易 如果是食材 不管是果仔条 还是核粉 如果是这个 本身他出了问题的话 那其实台湾吃果仔条 或核粉的民众非常多 那不管什么城市 大概都很多人在同时用餐 那相关的厂商供应的 也不是只有一家厂商 那但是呢 现在就只有这一家 这个宝林茶室餐厅 发生这样的状况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原因可能不出在果仔条 而出在这个餐厅 所使用的各种配料 酱料 或者是说调味料上面 这可能性也很高 食药署日前带回 宝林茶室的 35项食材做鸡茶 卫福部次长王毕胜 昨天在脸书发文 来说明检验结果 35项食材 皆没有验出米酵菌酸 而对于中毒原因 王毕胜指出 应该是用完的前批果条 有问题 王毕胜昨天在脸书发文说明 一共抽验食材 检体35项 而这35项都没有验出米酵菌酸 并且感谢食药署人员假日辛苦加班完成检验 对35项食材皆没有验出米酵菌酸 王毕胜告诉记者 到场抽验食店内的果条为23号进货 而店家应该是前批一块用完时进货 加上患者用餐日大多是集中在24号之前 因此个人推测 应该是已经用完的前批果条有问题 而王毕胜今天接受广播节目专访时指出 米酵菌酸要产生必须有三大重要条件 包括唐昌蒲勃克氏菌介质以及中性环境 而目前后两者都符合 近在两周看是否能培养出唐昌蒲勃克氏菌 如果有的话那就更难证明了 由于这是台湾第一次验出米酵菌酸 有部分的人士认为这个米酵菌酸应该是从中国流入进来的 因此应该要阻挡中国的有毒物质入侵台湾 对此卫福部部长薛瑞源今天就表示说 毒素要飘洋过海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一个毒素飘洋过海来的话 应该比较不太可能是这个样子 因为它不是这个毒素本身并不是说 单纯在实验室里面制造出来 然后去除了说所谓的标准品之外 大概不会是这样子 所以它如果是在一般的食物上面 或食材上面的话 通常不会是故意去添加 另外针对外界关切米酵菌酸 是否可能入侵台湾食物链 行政院长陈建仁今天上午受访时说 到目前为止米酵菌酸的情况 都是限制在单一家餐厅的单一个时段 所受到的曝露也是 所以民众不用太担心 这是属于个案的情况 对于如何改善通报机制 陈建仁说明 未来也会继续提醒所有第一线的医师们 当碰到食物中毒的个案 如何询问在哪一间餐厅吃到哪些食物 然后立刻跟地方与政府通报 这一次在首例发生之后 虽然有两三天的延迟 但因为病症的症状发展比较晚 可是后来的通报都是相当的顺畅 地方中央政府以及检调单位 也一起来找出可能的污染源 接着我们转换一下心情 大家都知道今天是4月1号是愚人节 其实大家在愚人节这天都很常开开玩笑 去逗一些身边的好友 不过大家看到画面上这一位 他是大马音乐鬼才称号的黄明志 他在今天却传出了死讯 他就在自己的IG平台上面 PO出这一张照片 他就说我们平常看到有人如果发复文的话 会写的一些东西 1983年就是黄明志他出生的年份 然后到2024年 他日期就是今天 他上面就写说告别式 没错他今天就是贴出了这张照片 说他今天要举办告别式 那么殡葬业者就表示 黄明志的团队确实在今天晚上 有在礼堂预留了这个档期 不过还需要向他的家人以及经纪人 来询问告别式的详细情况 马来西亚媒体新州娱乐就指示 向黄明志的经纪人求证 但是遭到已读不回 也没有接听记者的电话 黄明志在愚人节的凌晨10分 在其官方认证的IG发布贴文 照片以黑白色设计 只写下1983到2024 第二则贴文则注明 他在今天的同时摄灵堂 以及办告别式 地点就在富贵生命楼的三楼 由于今天是愚人节 网民就认定这是愚人节的玩笑 媒体向殡葬业者询问之后被告知 黄明志团队确实有预留 今天晚上7点 在齐隆坡富贵生命馆三楼的富贵堂 举办黄明志的告别式 不过告别式的内容 要询问其家人或者是经纪人 业者并不清楚 今天是愚人节 不晓得大家有被骗了吗 还是你会战战兢兢 一直到今天晚上的12点呢 我不会 因为今天正好是我哥哥生日 我哥哥就是在愚人节这个时候 给出生的 可是我觉得愚人节受信的话 感觉会常被开玩笑 对他以前就是常常跟他同时 今天什么生日 同时说怎么可能啦 愚人节啦这一种 但其实真的 今天真的就是我哥哥的生日 不晓得愚人节 大家还有发生什么样的 趣事呢也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 那今天呢算是愚人节 不过Seven呢他是不愚人哦 他今天寄出了 如果你一次购买410杯咖啡的话 只要1万元 那他省下多少钱你知道吗 他省下了10500元哦 哇真的省很大耶 省了一半这么多耶 我觉得这个优惠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 对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天天一天一定要一杯咖啡的人 这个优惠绝对是 绝对是可以让你赚到宝 对啊我觉得不管是你自己喝 或是你习惯就是跟什么同事 朋友这样一起分享的话 这个真的还蛮不错哦 那不晓得大家觉得这个优惠有心动吗 也留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